游艇出发了 吊砖头 准备出发 一个大船一个小船 荡起了白色的水花 我们是现在在美国加州的太后侯避疫 因为现在美国的疫情 持续蔓延 已经突破了500万 死亡是16万 治愈了120多万 所以这是码头的情况 我们这上面主要是个高台 高台的上面是可以卖东西的 现在准备营业了 大概是11点开门 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上面可以喝咖啡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边是有汽车准备往下面放船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到这边来看一看 这是有烤箱 有做吃的 有人已经在等待 有人在开始睡觉 在这边睡觉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车准备往里面放船的情况 这边就是准备在沙滩上游泳 小朋友很高兴的来到这边 这边是个高的台阶 有很多的停车场过来 都是在这边 然后这里面是可以装碳的 装东西的 装碳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 免费的停车场 免费的停车场 大家看一下 有工作 有办公室 这个间的房子是办公室 但是它是不收费的 免费的 大家可以放心在这边 这边就是洗手间 大家可以到这洗手 所以是这么的不同 这是大家在等待 在呼朋引伴 到这度假 所以美国人是很享受生活的 但是就不像中国那种勤劳呀 所以到假期的时候 他们是要来 一一享受生活的 这是等待租翻版的 租翻版的情况 这边是有租翻版 然后这是抱着箱子 抱着大箱 男人要多呃 体现一下自己的力量 翻版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烧烤架 有加州的朋友说 他忙完这一段 他会有三天来太好湖度假 大家可以一起买点东西来吃烧烤 这是非常美丽的景色 有百色的海鸥在这翻来 翻飞 在上下的翻飞 带我们到 看看周边的景况 这边一个白色的拖车 已经把游艇准备下到海里面 然后这边是等待 等待着准备坐游艇 出发了 游艇已经出发了 这就是美国人生活 也欢迎朋友们 到海外来走一走 来感受亲身感受一下 美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享受生活 他是如此的美好 谢谢订阅 拜拜